这个阶段我们要特别透过视讯连线跟台大医师李宾颖医师连线李批你好 大家好 李批先就疫苗的部分请教你 这个明后天事实上台湾这个最近这一批疫苗会有172万剂来到货 那你怎么观察指挥中心现在可能开放混打的政策 其中的混打包括可能有人第一剂打AD之后第二剂打高端 或者第一剂打莫德纳之后第二剂打高端吗 那你怎么看这样的混打可能发生的状态 我想在结束上理论上来讲的话应该混打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些疫苗他所做的看元是一样的 他都是X蛋白 那不管他是RNA腺病毒或者是高端疫苗都是一样 但是我们还是要看说你有研究数据去证实 他的有效性跟那个安全性以后我们才会建议混打 所以目前AZ跟高端 还有莫德纳跟高端都还没有研究的数据 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做这个研究 那研究以后看他的抗体高度 至少他有一点点帮助 比如说他打了以后至少会跟打两剂的莫德纳疫苗 或者是比打量两剂的AZ疫苗 他的效果是相当的或者等于那个存打疫苗 然后的效果 然后安全性上面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才会开放打 所以现在所谓的混打的试验 是为了未来做准备 因为以后我们各种疫苗的供应 可能会有一些跟我们预取手不一样的情形出现 那有的人或者是有的人他打了某种疫苗以后 他有改变主意 他希望打另外一种疫苗 这种混打能不能做呢 我们现在要开始做试验 但是以后我们的公费政策 还是以存打一种疫苗为主要的目标 所谓的混打可能就是根据个人医院后特殊的需要 例外的情形之下去许可做混打 那另外一种混打的策略 可能第一剂打莫德纳 第二剂打BNT 那两种虽然都是MRNA疫苗 可是可以这样混吗 现在是不是世界上还没有看到 要混这两种RNA疫苗的报告 所以我们现在也不建议去混打这两种RNA疫苗 虽然理论上来讲他们混打跟纯打集中的一种可能是没问题的 好那这两个MRNA疫苗的团队这几天都有国际新闻释放出来 他们觉得有必要施打第三剂甚至第四剂 那主要的原因是MRNA的疫苗一开始打的时候抗体是相对高的 但是它的抗体的持久好像是相对状况是比较差于A力的 所以随着时间递减抗体的这个数据也会逐步的明显的递减 那于是呢包含莫德纳的团队 包含BNT的团队都想要在全球推广第三剂补强加强针 你怎么观察MRNA疫苗的抗体递减效应 以及所谓的第三剂跟第四剂 现在就是有两派的专家不同的看法 有的人主张要在打了疫苗以后 大概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就在家抢第三剂 那主要的理由一个就是他看到说抗体在打了疫苗以后 半年一年之内他有下降的一个趋势 另外一个就是变转病毒 因为他们就希望说能够打第三剂疫苗 把抗体拉高 抗体越高的时候 他对病毒对于变转病毒的所谓交叉 保护力也会比较高 他有这两个目的 不过我个人是认为说 第一个以台湾来讲的话 我们的疫苗功夫是有问题的 他没有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奢侈到说 大家都打第三剂疫苗 那第二个是说 虽然他的那个疫苗的抗体 好像下有一个下降的趋势 那可是我们知道说疫苗刚开始打了以后 我们的抗体就会达到高峰 然后在前面的一两年 他下降速度会比较快 但是后来呢 通常他下降速度会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就是有点像弧线这样子 他不会是直线下降 弧线越来越慢的话 他至少可以普通的非红性疫苗 他可以至少可以维持 大概十年以上的保护效果 新冠病毒可能也是这样子 所以下降的速度 用现在大概只有半年一年的观察 来预测说他以后 很快就是需要再加强补打疫苗 这个是还不一定的 还要去看的 至于变种病毒的问题 我觉得说在国外 他发生很多打疫苗的人感染到变种病毒 其实不只是疫苗失效而已 他还有包括说他们解除了口罩令 包括美国英国跟以色列 他在开始 那个疫苗接种率达到百分之五六十以上以后 他就解除口罩令了 在同时叠打病毒也入侵了 所以他们都认为说是因为叠打病毒入侵 所以穿透性感染增加 但是其实口罩令的解除 应该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因素 所以以台湾目前的现况来讲 我们是没有去考虑说 今年去打第三剂疫苗的一个政策 但是明年我们可能会考虑说 用次世代的疫苗 也就是说用变异株的病毒 去做的疫苗来打第三剂 所以我们的第三剂 可能就不是落在今年 而是在明年 好 那你批另外针对疫苗的不良反应 特殊反应请教你 首先第一个是AD疫苗 那新增了一个特殊的反应案例 这个叫做格林巴黎症候群 这样的案例事实上台湾 至少指挥中心的资料说 已经也超过10名以上出现 这一个格林巴黎症候群 可不可以就这一个特殊的疾病状态 跟大家说明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不良反应的症状 格林巴黎症候群 它英文叫做Girn巴黎症候 我们通常简称GBS 用比较白话粉来讲的话 可以说它是多发性神经炎 它是一种自体免疫反应 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 去攻击我们的神经细胞 导致神经受伤的一个疾病 那这个东西在以前最知道的是 流感疫苗会引起百万分之一的机会 会引起格林巴黎症候群 就是GBS 但是其实流感本身 它引起GBS的高于流感疫苗 所以当我们大规模接种流感疫苗以后 我们人口的GBS发生率是下降 而不是上升 因为它预防流感的感染 流感的感染所带的危险性 比那个疫苗还得高 新冠病毒本身并没有任何观察到说 它会引起GBS 这是一个跟流感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不管是蛋白疫苗 或者是RNA疫苗 好像也都没有观察到 它会跟GBS有关 AZ疫苗是最近才被提到 欧盟提到说 好像有一些通报GBS的案例 所以它特别去关注说 它会不会真的有相关 但是我看他们的目前的态度还是把它列为一个注意事项 就是你打了疫苗以后 要注意说 有没有发生GBS 这种多发性神经炎的现象 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据显示说 打了AZ疫苗以后产生多发性神经炎的发生率 的确比较高 它的发生率是多少 也都还不知道 国内 当然也会有通报 多发性神经炎的案例 因为这个在没有打疫苗的情况之下 自然的情况之下 它就是会有一定的发生率 那我先请教你多发性神经炎 包括国内外都要去跟背景之比较 才能够确定它的因果关系 好 那我先请教你多发性神经炎 究竟会什么症状 当我如果打完疫苗 我发现什么症状的时候 我可能要怀疑 我已经引发了格林巴利症候群 多发性神经炎的症状 就是神经受损的症状 那它有点像小麻痹 就是你突然肢体无力 但是它跟小麻痹不一样的是 小麻痹通常是单侧的肢体无力 可是GBS它都是双侧的 而且它大概都是从脚开始 你如果比较轻微的GBS 它就是脚无力 感觉的功能也可能会受损 就觉得脚没有知觉了 然后就比较严重的话 会慢慢蔓延上来 包括你的手脚也可能 严重的话就手脚无力 那你的胸部肌肉无力的话 就是变成不能呼吸 所以它会有死亡的风险 更厉害的时候才会 达到我们的上面 所谓的中枢神经系统 比较轻微的话 就是肢体无力 它有的时候会完全恢复 可是有的时候会留下后遗症 所以它这个 未来的预获是不太一定的 但是它有死亡的风险 所以算是 那个比较严重的一个不良反应 它主要的症状就是肢体无力 好 非常谢谢台大医师 李宾宁 医师接受我们的连线 我们稍后回来